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司徒發政 祝大家橫財就手 師傅說到橫財就手 你叫運財局星 來到埃尼斯人 有沒有辦法贏新年財 都可以的 你是否真的很想 師傅可不可以教我們 可以讓我們發一個新年財 嘗試一下 不要說大家大貪 既然來得到 過年大家都開心 想個辦法給你們代 多少都覺得夠船票也可以 師傅 所有賭場都會有風水陣 埃尼斯人也會有風水陣 怎樣破解呢 其實每個賭場 有各地方的風水 當然有不同的師傅去教 你看賭場很奇怪 周圍都環繞著用水 水為財 包圍住 我們破它當然有個辦法 看看哪裏有一個 我們叫小門小路位 走進入一定可以的 師傅 師傅 為何我們這麼多門口 我們不進入 你會教我們這個門口進入 你聰明了 懂得這樣問 以前這個門口 我就不叫人進入 為什麼呢 當時這條直路的時間 旁邊左右的賭場都沒有開 所以就封死了 為什麼呢 這個是正於西北位 所謂西北位來說 最重要是有水 西為金 北為水 水為財 兩樣東西 打通了大陸回來的時間 水就進來了 在這個地方就有好處了 師傅 其實身後面這個噴水池 是不是都是跟風水的價格有關的 是啊 但這個不是叫噴水池 你知道嗎 你看它就好像一個地球儀 是吧 中國的地球儀 是說日夜的 但你看錯 它有十二個星座 等它不停地轉 你再看純頂 全部都是結構 好像做到雲頂 神仙啊 什麼都在 即是等你入到夜 賭到不知時間 你知道嗎 日夜顛倒 另外這個地方是水池 東南西北位都在這裏入 所以運用這裏 就轉你們的錢 就轉進來了 所以我為何叫你 找這個水位我們入 在西北上 其實是有原因的 威尼斯人就這樣 不知道新逃天地又怎樣 師傅 我們來到這間新的賭場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水價格 現在很厲害 經常都說風水 當然有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 這個賭場 兩邊的水 不是平水 因為它是東南位 坐東南位 東方是屬木 南方的火 於是它就用水火 技製方法 它的水又上又下 拿來扯這條水 然後扯對面 賭場的水 師傅說話說到口渴 當然是口渴 和你們說這麼多賭場 我們要怎樣發財 你看這個瓶 裡面沒有水 待會我去那裏 裝些水 然後走到這裏發財 告訴你 你這麼巧 我幫你裝 喂 你不要走 快點來告訴你 Sandy 你不要走過去 是有裝 不是有裝 裝水也有分清楚 你看到兩種水 一種是向下 然後向上飆 你要向上飆 那裏 裝那裏的水才對 說明上水 上水 上水 就是贏錢 下水 下水 就是輸錢 師傅 我想問 如果我們進這裏 我們會不會穿什麼 顏色的衣服 會特別容易贏錢 整天問人家 要是進入三 要是方位 你送什麼說我聽 最多小聲一點 啊 我告訴你 紅色衣服 紅色衣服就行了 喂師傅 又關你死 紅色衣服 紅色衣服 慢慢看看表面是否正確 別管她 走走走走 我們自己進去 哇 已經入夜了 我們回到滿步賭場的澳門市 這裡 這裡有新舊寶京 永利和MGM這麼多賭場 不知道師傅會帶我們去哪裡呢? 師傅,我們現在天都黑了 來到這個賭場最密集的地方 其實日頭來和夜晚來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 早上陽氣性 夜晚要搞清楚 最好是指示時間 即是11點左右的時間 好像現在這樣就對了 來到這裡 夜晚陰氣重 我們有好處很多 就算是真的輸了 這麼漂亮的環境 都是一種享受的 師傅,會不會有光煞這回事? 光煞當然 光煞的東西 如果是光煞出來 它表面只有光 但我們是去吸光 我們有好處 當然我們有好處 師傅,我想問 這裡有這麼多賭場 究竟哪一間我們可以 玩得容易贏 我們應該去哪一間呢? 其實每間賭場 你都很難贏 所以要算一下時辰八字 或者算一下時間 合不合 剛才你也問過很多東西 好像今天這樣 這一間整個黃曬 日子不合 整個印都扔下來 那你怎麼辦? 那邊是雀龍 也不合 但今天算一下日子時間 為什麼最適合呢? 你選 咦,走吧 剛才去了兩間賭場 不知道泳里這裡有什麼禁忌呢? 師傅,為什麼剛才你要拉拉 我不讓我走過去? 當然 這是風水佈局 你看這盞燈 漂亮嗎? 紅色黃 你說今天是黃我們 黃色黃 師傅 紅色黃 你看這盞燈是焦雲燈 知道嗎? 所以我拉著他們 千萬不要直接進去 讓他們焦雲 進入雲陀陀 這樣就輸死自己 所以我叫他們走小路 小路就是兩邊側面 這樣走過去 這樣才行 知道嗎? 師傅說 那門轉一轉一轉 會怎樣? 轉一轉 把焦雲燈放在那裡 進出門的人勾進來 進來後 讓你勻勻河河 然後進去裡面 你又沒得動 即是走側門比較穩陣 對 當然走側門也避開它 師傅 我知道這間賭場的風水陣 煞氣這麼猛 會不會有些我們必勝的攻略? 當然有 剛才進入之前 我已經做了事 做什麼?師傅 告訴我 靜雞雞 外面有一個噴水池 放個大餅 看也不要看 這樣對面走進來 走吧 去出糧吧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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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錢收 我們也要公祝新溫怪體 我自己來說 就是 1985年 一直在澳門的賭場 看風水 差不多20多年了 後來有很多的客人 他們想知道 我們到澳門 想想他們贏我的錢 你有沒有去過澳門? 我有去過澳門 沒有任何輸 基本上都是輸 人家說十讀九輸 所以來說 他們想想的說 師傅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給一點運氣提示給我 每一個去玩的人 第一來說 你不要拼命了 這個第一 心態要好 對 心態要好 來說 你就是用一個娛樂的心態 所以一點點對自己沒有影響 要可以開心 這個心情來說 你就最容易贏錢了 因為很多人 到這個賭場來說 從來沒有去過 因為他們沒有壓力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去的時間 他們用一個玩的方式來 所以就贏錢了 當你懂得怎麼賭的時間 你就不一樣了 你就用 我用哪一點錢 才贏很多錢 這個心態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心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精神不好 有病 心情不好 精神不好 你就真的不要去 你要去這個地方看看什麼表演 去點東西就可以了 明天再去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 賭錢來說 他們不怕你的 最怕你贏了錢 你走掉了 你永遠不來 就是每一天來 他都不怕你的 為什麼呢 他們 數據來說 他們還是贏錢 運氣他們贏錢 你看他們有 多少個人管你在賭錢 八個小時要問一個人 可能你贏了他再問一個人 這個每一個時間 有一個新的人來幫你 精神好的人幫你陪你玩 你自己一個人 所以你的很多情報來說 你在這個賭錢裡都輸錢了 他們賭錢有一個很壞的規矩 他看見有人贏了 因為他有一個電視 看到 如果有人贏錢多了 他就換一個客觀 不一定是按時間 他們有時候 如果是這個樣子來說 這個客觀一進來的時間 一點都不銷 一點都不一樣 就是問了這個做菜 你都不怕 你不怕 你可以玩 為什麼呢 這個時間 就是他帶另外一個方式 準備要和你拼 你的運氣很好 所以你不管他 最怕一點就是過來的時候 哎呀好啊好啊 你們慢慢來 我就來再給你了 就是很高興的 你在首先 是這樣子 這個說他的這個這個帶出來 我們也是用這個 是要鋁場刀這個方法 這個賭場裡面 他們有有專家的 你不要說他們全部運氣的 他們有專家叫他們的客觀 用什麼的態度 用什麼的方式 對每一種的客人 這個台子有什麼的客人 有什麼他們問這個人 就是被誰這個 不過你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呢 他們除了這個風水的方法 他們有很多的方法 是真真正正很理論的 很科學的 比如說像一些概率 對 數據這樣子 因為他們帶的數據來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他你抽水了 他已經贏了你了 抽水這個這個已經贏了你了 你的感覺非常好嘛 我給點抽水給你 你要給這個服務給我 對嗎 你錯了很應該的 你贏了你就想贏多一點 輸了你就想追回一點 贏回來 追回來 那麼你一定不走 就是這個最重要的 所以他們也做這個風水的 所以他們也做這個風水的 然後呢 他們又配學這個 現代化的很科學的方法 然後對你 他幾個東西你怎麼可以贏呢 所以來說呢 你就是去運氣好了 贏一點 你自己高興的 就走了 差不多 你要走 真的不能貪 我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們也知道賭場 可能在這個方面 也做了一些工作 去確保他們的運氣 能夠保持一直 這個莊家在很好的 對 用什麼方法呢 你跟我們透明 每一個賭場也不一樣 我們所謂的一個叫一個 我們在澳門叫永利 永利 永利 他的報局是很鬆的 我自己來看過他的風水來的時候 他要把你們贏錢的機會 八十個巴仙的 為什麼呢 他們門口啊 最近的時間 我想一想這個地方 人家門口有一個帶著水池 有一個帶著水池 有一個帶著水池 每一天指定一個時間 他們就是有一個浪花的表現 然後這個時間最後 他用火來把這個開掉的 這個第一他的風水 他要用一個火來做這個風水 第二等你進去的時間 他就有一條路子就進去 他們上面有一個燈 一個燈是全部黑的 全部黑的 是單數來的 單數 數字是單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時間 裡面應該有一百三十 三左右 一百三 我沒有忘記的知道這個 然後呢 你過的時候 你一定要經過他 這個就是他 他要把你們進去這個七岩 這個火器掉下來 掉下來 然後進去 進去了 然後他這個地方出門口的時間 他門口有個大門 很大的大門 木人不大門 你要推開 可能就打開 所以把你全部困起來的 所以就是他們每一個賭場 一樣 還有這個普京 普京是很… 我先生很少的時候都聽過 國籍小的地方 是 他建築像一個鳥籠一樣 是 就是等你進去了 你要進 困住了 困住了 這個是老普京 他們想想用很多這個方法來做這個風水的 然後呢 他們地方來說呢 等你不累了 他們有一個氧氣 損氧氣 就讓你再多一點時間在裡面 讓你坐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損氧氣 把你的精神 你就興奮一點 一直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你就是怎麼輸錢 你不願走 人是很奇怪的人 他們贏錢的時間 不敢贏的 輸錢的時間 他的想法就是 我想一點點拿回我的錢 他們的輸光